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hinese online class Today, we will learn two words 今天我们的课堂将学习两个单词 分别是形容词一般和普通 我们将辨习这两个形容词 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首先来看一下下列例句 第一,这次考试我的成绩很一般 这次考试我的成绩很一般 那在这里呢,这句话是正确的 因为一般这个形容词呢 表示的是不是特别好 也不是特别差 居于中间状态 它侧重的是 不是特别好 也不是特别差 居于中间状态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次考试呢 我的成绩呢 并不是很好 但是也不差 居于班级的中间状态 第二 这次考试我的成绩很普通 这次考试我的成绩很普通 而这句话呢 就是错误的 因为普通呢 因为普通呢 这个形容词 它侧重的是普遍状态 它侧重的是普遍状态 不是特殊的 是侧重于普遍状态 不是特殊的 所以呢 我们只能说 这次考试我的成绩很一般 这次考试 我的成绩很一般 我们来看第三 吃完饭 我们一般都到外面散散步 吃完饭 我们一般都到外面散散步 这句话呢 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形容词 一般呢 它可以表示有规律性的 通常性的 表示具有规律性的 通常性的这样一个行为 也就是说 我们吃完饭去外面散散步 这样一个行为呢 是有规律性的 通常性的 第四 吃完饭 我们普通都到外面散散步 吃完饭 我们普通都到外面散散步 这句话呢 是错误的 因为形容词普通呢 它没有规律性和通常性 这样的一个意思 它没有通常性和规律性 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 我们只能说 吃完饭 我们一般都到外面散散步 因为形容词一般表示 有通常的 具有相当规律性的 这样一个行为 我们看 例五 它在我们班里 一般 它在我们班里 一般 这句话呢 是正确的 这个一般这个形容词呢 可以做 未语 可以单独做未语 可以看到 这个一般在句子里呢 做的是未语 在我们班里呢 是整个句子的状语 是句子的状语 一般这个形容词 做了句子的未语 也就是说 形容词一般呢 可以单独做未语 而例六 它在我们班里 普通 它在我们班里 普通 那这句话呢 就是错误的 因为形容语 普通 它不能单独做未语 它不能单独做未语 那通过这两个例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形容词一般呢 可以单独做未语 而普通 它没有这样的用法 我们看例七 它的手艺很一般 它的手艺很一般 可以看到 这个形容词一般呢 受到程度负词 很的修饰 这个形容词一般 它受到程度负词 很的修饰 一八 这套家具很普通 这套家具很普通 那这句话呢 也是正确的 可以看到呢 这个形容词普通呢 也可以受到程度负词 很的修饰 我们知道 普通 它往往不能做未语 但是呢 如果它前面有很 有很这样的程度负词 来修饰它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做未语 这套家具很普通 其中这个普通呢 就是做了一个未语 所以 例七和例八呢 我们都可以总结出 一般和普通呢 这两个形容词呢 都可以受程度负词 很的修饰 并且呢 普通 如果和很这样的程度负词 搭配在一起的话 它也可以做未语 我们看例九 它一般都晚上十一点睡觉 它一般都晚上十一点睡觉 那这句话呢 是正确的 它表示的是这种动作 就是这个睡觉的这个动作呢 是经常性的 具有相当的规律 具有经常性的 具有相当的规律 历史 它普通 都晚上十一点睡觉 它普通 都晚上十一点睡觉 这里呢 这个普通这个形容词呢 它没有规律性和通常性 这样的一个意思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两句话中呢 一般和普通呢 做的是状语 做的是状语 也就是说 一般它可以在句子中呢 做动词的状语 做动词的状语 而形容词的普通呢 它没有这样的用法 形容词的普通 没有这样的用法 我们看 例十一 我一般不去酒吧喝酒 我一般不去酒吧喝酒 那这句话是正确的 可以看到句子中 形容词这个一般呢 在句子中 做的是状语 做的是状语 例十二 我普通不去酒吧喝酒 我普通不去酒吧喝酒 那这个句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形容词普通呢 它做的也是句子的状语 但是这句话是错误的 也可以看出 普通这个形容词 它不能做句子的状语 通过九到十二呢 例句我们可以发现 一般这个形容词 它可以做句子的状语 可以做句子的状语 并且呢 表示的是 这个通常的具有相当的规律性的行为 而普通呢 它不能做句子性的状语 不能做句子的状语 并且呢 它不具有这样的一个 通常的具有相当规律性行为的 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看 历史三 这个演员演得很一般 这个演员演得很一般 那这句话是正确的 可以看到这个一般 它做的是一个补语 它和狠搭配在一起呢 做的是补语 句子的补语 历史四 这个演员演得很普通 这个演员演得很普通 这句话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 普通这个形容词呢 它往往不能做句子的补语 不能做句子的补语 历史三和历史四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两个词语呢 在用法上呢 也有一些差别 就是一般它可以很进行搭配 做句子的补语 而普通它不能做句子的补语 我们来看 历史五 这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小饭店 这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小饭店 那在这里呢 这句话是正确的 可以看到 普普通通是形容词 普通的重叠式 也就是说 普通这个形容词呢 它可以重叠 历史六 这是一家一般一般的小饭店 那这句话呢 是错误的 通过历史五和历史六呢 我们可以知道 形容词普通呢 它可以重叠为普普通通 而形容词一般呢 它不能重叠 形容词一般 它不能重叠 我们看 历史七 一般的说 只要努力学习 汉语都能学好汉语 一般的说 只要努力学习汉语 都能学好汉语 那这句话是正确的 因为形容词一般呢 它有一些习惯性的组合 它可以组合为 一般的说 一般见识 这样的一个短语 历史八 普通的说 只要努力学好汉语 都能 只要努力学习汉语 都能学好汉语 那这句话是错误的 因为普通呢 它没有这样一个 习惯性的组合 通过历史七和历史八 我们可以总结的就是 形容词一般 有一些习惯性的组合 如一般的说 一般见识 而普通 它一般没有这样的组合 一般普通呢 一般没有这样的组合 通过上面的这个 十八个例句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些普通和形容词 一般它们的区别 那我们一起总结一下 第一点 一般表示的是 跟大多数情况一样 并且呢 主要侧重于 不是特别好 也不是特别诈 具于中间状态 而普通呢 它侧重于普通状态 不是特殊的 第二点就是 表示通常的 具有相当规律性的行为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一般 不能用普通 第三 一般可以单独作为语 也可以与其他词语呢 组合作为语 而普通呢 一般不能单独作为语 它通常需要跟其他词语组合后呢 才能作为语 我们说 这家 这套家具很普通 那可以看到 它和成都福子 很 组合之后呢 可以作为语 第四点就是 形容词一般 在句子中呢 它可以做动词的 状语或补语 而普通呢 一般 不能有这样的用法 第五点 形容词普通 可以重叠 而形容词一般呢 不能重叠 第六点 形容词一般 有一些习惯性的组合 如一般的说 一般建设 而形容词普通呢 它一般不这样组合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OK Our class is over OK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